自出道以来,王千元成功塑造过很多角色,从电影《刚的琴》乐观豁达的绝强父亲陈桂林,到电影《解救吴先生》中最冷血的绑匪花子, 亦或是电影《赢家》中的谈吉人,电影《空镜子》中的苗苗香,身份大相征庭而又性格迥异的角色,在王千元细腻的表演中都变得鲜活起来,正在北京卫视黄金档热播的公安大剧《黎明决战》,他又演出了一个心路历程,异常复杂的公安局长,颜值当道,像王千元这个年龄和型的演员, 还能挑起一线卫视黄金档大梁,纯靠演技联合观众,也是少有了,首演领导有困难,过去是感情戏是个新挑战,王千元在新剧中的角色,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城墙,一边要与国民党特务,土匪团伙,金宇轩三方势力争夺军火,一边又要解决经济衰落,凉事短缺的问题,时间仅任务又重, 让第一次挑战局长角色的王千元戏外直呼,这个领导不好当,此次选择以《黎明决战》重返王千元表示,这个剧本很吸引我,其一是这个角色,和我以往演的别战剧里的角色都不太一样, 以前都是一些陛下英雄,表面上比较正的公安局局长,没演过,然后在城市里面处理各种关系,有当地警察那种关系,也有老百姓的关系, 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演过,其二是城墙和宋红灵,这种过去式的感情线也非常吸引我,他们俩不是明面上甜蜜的那种感情,而是非常深沉细腻又纠结的,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, 在被问及拍摄电视剧和电影有哪些不同时,王千元透露,电视剧不同于电影,电视剧的戏多,就很难一点点琢磨其中的细节,很多都是在现场即兴创作出来的, 比如城墙和手下吴征的对手戏中,现场就给改的幽默一些,因为这个人物,虽然是个很严肃的形象,但再严肃的人,也会有幽默放松的一面,尤其是和关系亲近的人在一起, 我觉得这样处理,也能让人物更立体更真实一些,城墙为了心中对国家,人民的大爱,将自己对昔日恋人宋红灵的心思隐藏起来, 不如使命是这个局长最骄傲的事情,性爱,不负所托,也是王千元这个东北男人最自豪的事情,王千元非常珍视演员这个职业,演员这个职业外表,看着光鲜亮丽,但实际上特别不容易,拍戏的时候每一天都是绝杀,演电影不是画家,不是音乐家,不是灵感来了还可以改,他只能定格那一个阶段的你, 所以你才要为每个角色拼,30天或者50天拍完,团队就解散了,再有更好的想法,再有灵感出来了,你就只能遗憾了, 自出道以来,王千元成功复造过很多角色,从电影《刚的琴》乐观豁达的绝强父亲陈桂林,到电影《解救吴先生》中,最冷血的绑匪花子, 亦或是电影《赢家》中的谈局人,电影《空镜子》中的苗苗香,身份大相近情而又性格迥异的角色,在王千元细腻的表演中都变得鲜活起来, 正在北京卫视黄金档热播的公安大剧《黎明决战》,他又演出了一个心路历程,异常复杂的公安局长,颜值当道, 像王千元这个年龄和闲的演员,还能挑起一线卫视黄金档大梁,纯靠演技年和观众,也是少有了, 首演领导有困难,过去是感情戏是个新挑战,王千元在新剧中的角色,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程强, 一边要与国民党特务,土匪团伙,金宇轩三方势力争夺军火,一边又要解决经济衰落, 杨势短缺的问题,时间仅任务又重,上第一次挑战局长角色的王千元戏外直呼,这个领导不好当,此次选择以, 黎明决战,重返王千元表示,这个剧本很吸引我,其一是这个角色,和我以往演的别战剧里的角色都不太一样, 以前都是一些地下英雄,表面上比较正的,